王浩 王浩比马龙大五岁 应该说小将向老将开始挑战 目前马龙是世界排名的第一 排在第二的是波尔 排在第三的是王浩 第四的是张继柯 今天马龙在接后采访的时候说 说王浩平时赢得多 我是处于下风 但是我今天要放开一搏 所以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小 往往也是 对比赛中的发挥很重要的要素 如果你能够有一种想赢不怕输的思想 这样的在比赛中就非常主动 然后他的力量很大 他平时是喜欢听音乐喜欢看书 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已经获得了全部的七上冠军 除了男女团体冠军之外 就是许欣和郭燕获得了混合双打的冠军 他们战胜了中国香港的张育和江华军 在男子双打比赛里中国选手王浩和张继柯 战胜了队友马林和许欣获得冠军 在女子双打比赛里郭燕和李小霞是战胜了 同队的队友刘诗文和丁宁获得冠军 刚才在女子双打的比赛里李小霞逆转053落后 最后4比3逆转战胜郭燕获得了女子双打的冠军 那么现在呢就剩下这个男子双打冠军 究竟是马龙还是王浩 就要看最后的争夺 中国队拿到冠军的消息 传到了这个各处以后啊 引起了观众的非常大的关注 内蒙古西林郭罗盟乒乓球协会 张家口 合并省张家口的淮来县乒乓球协会 还有就是马龙的家乡所在地 安山市乒乓球协会 还有 华能集团北方电力的体协 北京移动乒乓球俱乐部 还有宁波乒乓球训练基地 河北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 鲁能路安集团乒乓球俱乐部 都纷纷发贺信 对中国乒乓球队取得前面胜利表示祝贺 马龙这板反拉不仅质量高 而且落点好 还是拉在了王浩的反手 是拉在了王浩的反手 是拉在了王浩的反手 你把这个状态发展 是拉在过去的 一样的反手 但我还是拉在我 我没有说 在第一局比赛中是王浩先胜11比9 然后第二局马龙胜11比8 第三局马龙胜11比7 第四局马龙又取得了胜利 11比3 像马龙在先师一局的情况下 连反三局目前3比1战时领先 稍后我们来看 第五局的比赛 马龙在先师一局的情况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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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